哎呀老街坊老邻居们你们好啊 哎有的人认识我有的人可能不认识 我就是那个刚的他老旧啊 今天又到这儿来窗门了 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家好 哎呀老伴啊 你这是谁打招呼啊 街坊邻居们啊赶紧问声好啊 哎呦妈呀大肥啊 哎呦哎呦 你们好啊大家好 太亲切了 是是是 快走吧大哥大嫂等着我们呢 哦对对对一会再聊一会再聊 老范呢 快点快点 这家伙子咋还扭着 大帮口去了呢 谁知道 大跟大帮不来啦 这屁门呢 我说他老舅啊 你说这学跳舞吧 我应该主动上你家 你说你这还登门受课来了 多不好意思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看我们俩们 推门不就进来了吗 金珠上门教你们舞蹈 我呢负责给你们调试饮药 你们先聊着 我找一找着曲子啊 你看看看 他老舅不愧是个老师啊 曲不离手 啥是曲不离手啊 现在是不敢离手啊 为啥呢 跟你们说啊 上个月 他跟秧歌队 抢广场舞的地盘 比谁跳得好 地盘归谁 结果对方扮成二老踩 跟他斗舞 他大声一想 呦 二老踩小样 我要不放大招 我赢不了你啊 说来也神奇了 当时不知道 他哪来着那么大劲 一通放跟头啊 嘚嘚嘚嘚嘚嘚 脑子摔地上了 哎呀 摔啥样啊 没啥大事 你再说 就是摔失忆了 说啥呢 什么失忆了 什么失忆了 我哪失忆了 你看看我不挺好的 别听他瞎白胡 这么挺好的吗 挺好的 他现在啊 都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是啊 看见没 现在只要他听这首音乐 他就跟正常人一样 只要把这首音乐一听 他就谁也不认识了 另外跟你们说啊 看见没 我身上记着红绸子 也是他记忆的开关 我要不记着红绸子 他就不认识我 连你都不认识 现在谁要记上这红绸子 他就认为谁是他媳妇呢 那我要记上呢 你就别想那没事了 男女他还是分得清的 咱们赶紧跳舞去吧 他老舅啊 你在家好好休息 跳舞去了 好好跳啊 走啦 一定要保慧啊 没事 我跟你说 跳完之后 回来咱们切磋啊 这曲子多好 笑颜 笑颜 哎呀 小倩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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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哎我说小倩啊 你这打扮怎么有点像 那个杨克顿的二老款呢 对呀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见着二老款 我就莫名的冲动 我就想跟他斗舞 我就想跟他抢地盘 这一盘都是那个 不用抢啊 我穿成这身啊 是为了和范奶奶学习秧歌 锻炼身体 哎呀 你看看你不早说呀 学杨克别到这来呀 你奶奶和你爷爷都已经跟金珠去学舞蹈去了 你赶紧去追他们去 你说这仨人啊 有正事儿没 音响忘带了 啊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说你跳舞没有音乐拿起来拿音响的 对对对 赶紧给他们送去 好嘞 那我走了 好嘞 哎呀 站住 好啊 你个二老款你给我过来 咋的啊 抢地盘抢到这来了 你把音响给我放下 哦 抢过地盘 你想拿我的音响啊 闷都没有 我告诉你 现在我就给你放大招 我现在学会抢地盘的高手了 我会翻跟头 救援 救援 等会儿再翻 你没时候翻跟头啊 翻跟头你不知道吗 就为了跟你抢地盘 咋的 你不信啊 不信我就给你翻 你肯定赎定了 救援救援救援 看好了 我是王小倩 不是二老款 呸 胡说八道 你走是二老款 我今天跟你就斗定了 赶紧放音乐 咱俩比试比试 看谁厉害 来 哎呀 小倩啊 你干啥呀 问你话呢 小倩啊 你干啥呀 你给我蒙了 我咋来了 哎呀 我说小倩啊 你这记性咋还不如我呢 你刚才一进门不是说了吗 给他们仨来拿音响来了吗 对对对 你咋还忘了呢 对对对 赶紧送去 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那个 我能拿走了 肯定可以啊 那那我走了啊 你别翻跟头了 翻啥跟头 我多大岁数 我有病啊 我翻跟头 那我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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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